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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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那現在YouTuber還有錢賺嗎? 感覺好競爭喔! 其實不管哪種平台,只要人多就一定會競爭 就像現在的抖音短視頻 它也迅速佔據了全球市場 威脅了臉書和YouTube的影音地位 所以,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說的嗎? 把所有的數位資料保留好 那未來哪一個平台火了、紅了 我們就把已經創作好的素材丟上去 用最快的速度去搶佔這個流量的紅利 尤其是那些不退流型的知識 例如像健康、保養、人際關係、自我成長、心理學、語文等等 但是呢,YouTube平台它目前仍然是第二大的搜尋引擎 所以如果你是為了賺取盈利功能的廣告點擊費用的話 短時間之內的確是很難有滿意的收入 尤其是有很多同類型的主題 已經很多人在上傳這個影片的狀態下 所以我會改變一些做法和心態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的建議 第一個,你在影片之中去針對你想銷售的產品去做分析 這種影片的重點並非去賺取廣告的點擊費 而是去銷售你自己想推廣的產品 這個產品可以是聯盟行銷產品 或是你自己開發的產品 因為產品分析的影片 對於想購買類似產品的觀眾來說 是很有價值的內容 你可以多找幾個不同的產品、不同的品牌 用你個人的專業來比較各種品牌的優缺點 然後真實地去說出你自己的感受 不但去提升你的專業形象 打造你自己的個人品牌 也加深了觀眾對產品的認識喔 第二個,你可以針對這個影片的主題 去垂直細分 如果你想要賺取這個 YouTuber的盈利廣告點擊的分潤 一般的分類項目很難引起觀眾的注意力 所以你必須要再去細分主題 讓這個內容更加深入 例如你喜歡美妝的主題 以化妝品來說的話 它又可以分為液體、霜劑、乳液、粉劑、噴劑 那你就可以先去針對其中一種化妝品來做分析 像乳液類的 那你就先專注分析這類的所有產品 讓這個類別的影片變成一個系列 之後你再去做其他的系列 而不是一開始你就什麼都介紹 但是這樣是不是只會吸引一小群觀眾的觀看 那流量不就更少了嗎? 我來舉例一個例子給你聽好了 一般人都覺得賣的東西越多 生意就會越好 所以他就拼命地把自己可以賣的東西種類 越放越多 尤其是很多電商網站 還沒有知名度的時候 他就放了一大堆的產品 到最後就變成雜貨店 可是這樣不對嗎? 種類越多滿足各種不同的客戶 不是會讓生意更好嗎? 邏輯上聽起來好像是對的 但是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開了一個網路商店 裡面什麼都賣 那你和PC用購物商場有什麼不同呢? 嗯...好像沒有什麼不同 是啊 就好像台灣現在到處都有便利商店 7-11全家 萊爾夫啊 如果你也自己開一家便利商店 裡面也是什麼都賣 那你覺得你的特色是什麼? 而且你要花多少成本去備貨呢? 所以我應該要專注在某一類的商品 做出自己的特色? 沒錯 因為這個市場競爭的關係啊 你如果什麼都做 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定位 反而沒有辦法讓別人記住你 但是如果你先鎖住一個主題 把這個主題講得夠深入 就能夠讓別人去記住你喔 你要先培養出一小群 擁有特殊愛好的觀眾群 你的個人品牌就會開始有了知名度 我們舉例來說啊 如果你先從唇膏的種類去分析 然後去開始製作相關的影片 大家以後看到這個唇膏 想到唇膏的時候 就會想到你是唇膏的專家 就表示你已經佔據了唇膏的專家地位囉 那我以後就只能賣唇膏嗎? 當然不是啊 先定位的目的是先讓你自己 在最短的時間內去做出你的個人品牌 一旦成功了之後 你才去發展其他的產品種類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一個雜貨店 那你只會是一堆雜貨店裡面的其中之一而已 很難在眾多的競爭對手裡面脫穎而出 除非你是最大或者你是最便宜 但這都不是你現在有能力做到的條件啊 原來是這樣 那我明白了 那我們再來說說YouTube裡面的一些設定 讓你在上傳影片之後增加曝光的機率吧 第一個 影片的主旨要包含關鍵字 關鍵字就是觀眾會搜尋影片的字 也是在呈現影片內容的主要描述 比如說 推薦、十大、口紅、人氣、排行榜 讓你一看就懂你的影片內容 第二個 你要充滿去填寫這個說明欄 這個說明欄位最多可以填入5000個字 詳細的描述影片裡面的相關資訊很重要 這樣就可以讓YouTube的官方去判斷 你的影片內容是屬於什麼分類 然後去做到正確的曝光 給那些有興趣的觀眾 如果你想導演觀眾去購買商品 你也可以插入由HTTP開頭的網址 那它就會自動變成一串超連結 觀眾就可以用滑鼠去點擊這個連結 到你指定的網站去購買喔 第三個 設定標籤 這個標籤就是你自己對影片的分類 讓YouTuber知道 他該推送你的影片到哪一個類別去 不過 因為很多人會濫用這個功能 所以要記得 這個標籤的內容不要太多 而是要去切合你這個影片內容相關的關鍵字 第四個 記得上傳封面縮圖 因為YouTuber的網頁上有太多的影片和文字 在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文字裡面 影片的主子的文字在眾多影片中去吸引觀眾 所以以封面縮圖就變得非常重要 你要放入一個大大的主子文字說明和相關的圖片喔 第五個 設定公開權限 YouTube的影片可以去設定私人不公開公開三種權限 既然要用在行銷用途 我們當然要記得設定為公開 才能夠讓所有的人都觀看得到喔 還有第六個 在結束畫面的設定 在片尾我們可以去設定1到2個結束畫面 就是讓觀眾可以去點擊連結到其他影片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觀眾 可以停留在我們自己的頻道更久的時間 如果你的影片和另外一部影片相關 那就建議你在最後放入另外一部影片的相關影片的連結 因為觀眾停留在你的頻道時間越久 YouTube平台就會將你的影片的價值拉得更高 評分就會更高 這會有利於你未來的曝光率喔 第七個呢 適度的去加上資訊卡 你一定看過很多YouTuber 他們在影片裡面說過 如果還沒看過我的上一部影片 請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這個資訊卡的目的呢 和結束畫面的影片類似 但是呢 它卻能夠任意的安插在影片裡面的任何時間點 方便觀眾去點擊 增加頻道曝光的時間喔 哇 原來YouTube也有那麼多設定喔 我以為上傳完影片就沒事了耶 上面說的這些都是比較基本的設定 其實這些設定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YouTube這個平台 更快的去了解你的影片內容 以便去曝光在適合的觀眾面前 所以你的資料越詳細的話 越能夠幫自己取得曝光的機會喔 保留所有數位資料 隨時PO到各種平台 快速搶佔流量紅利 專注某一類商品 鎖定一個主題 做出自己的特色 2. 累積個人品牌知名度 增加YouTube曝光率設定 1. 影片主旨包含關鍵字 2. 充分填寫說明欄 3. 設定標籤 4. 上傳封面縮圖 5. 設定公眾權限 6. 設定結束畫面 7. 適度加上資訊卡